在最近这几个月当中 有发现送往生的同学告诉我们 送往生的人 无论是出家是在家 果然是真诚心 至诚心 都可以讲 生平没有接触过佛法 对佛法怀疑的人 能帮助他们往生到边地 信息传过来了 大家知道他帮助他到边地了 于是更加努力 以真诚心 智性回向 帮助他 居然能在几天当中 一期二期日中 把他送入平了 这可不可思议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生到边地一尘 当然最长的时间 不会超过五百年 这个五百年是我们人间的世界 他在那个地方休息 最重要的是修信心 对于这个法门 对于弥陀本愿功德 再不怀疑了 断疑生性 他就能入平 这个入平 凡圣同居土 下平下生 我们努力用个一期二期 乃至于七七四十九天 帮助他从移成 生 下下平 这个功德 不可思议 甚至于 还有更殊胜 帮助这个往生的人 生到同居土 这人怎么样 这人还没断气 换一句话说 在医院里 医生没有宣布他死亡 他到极乐世界去了 而我们看他就昏迷不醒 他真到极乐世界去了 阿弥陀佛真把他带走了 去了跟阿弥陀佛见了面 他又回来了 回来 又活了两三天 走了 把他所见到的状况 告诉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没有细心呢 去思维 去观察 这是弥陀 无尽的慈悲 在我们这个世间 出现大灾难的时候 灾难现前 我们怎么办 我们相信 许许多多人 措手不及 无所事从 阿弥陀这种事情 展示出无尽的慈悲 真实的 真实的阅历 真实的阅历 深信不移的人 纵然遇到灾难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福来接 这个意义很深 很大 很广 我们不能不知道 感谢观看